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了澳门最年轻的贵宾厅主 上岸后转身金融大捞甲 与一帮富豪打得火热 在资本和人情江湖翻云覆雨 入场镜头澳门赌牌 战队刘兰雄 名玩杨寿成 帮手龚如新 遗产争毒案 跟小超人李泽凯玩股票 赚新赌王吕智和的钱 参局台湾史上最大并购案 在港澳台留下不少传奇往事 洪汉文1959年生 比包凶洪汉义小11岁 又叫左智洪 江湖人称Teddy哥的洪汉义 是声名远洋的14K大佬 与扑豪 大小马并称三代萧雄 有钱有威 黑白能量超然 操纵英超比赛 开板亚洲最大348敌势高 风光往事至今 为坊间乐道 哥哥洪汉义在江湖上叱咤风云 洪汉文更多的是在上海低调捞金 左智洪的生意有两块 一个是赌厅 一个是证券 左智洪早年做过夜场服务生 后来干到夜总会经理 80年代初 到澳门做起博彩中介 此后洪汉义得罪港英高层 锒铛入狱 左智洪随后前往台湾 转行证券中介 并攒下第一桶金 87年回到香港 成立结好证券公司 93年在普京开设宝岛厅 成为澳门街最年轻的贵宾厅主 10年后 左智洪的证券公司在山岗上市 左智洪做证券顺风顺水 离不开贵人刘兰雄 左智洪的父亲 洪杰坡 是潮汕军阀战乱期间 与刘兰雄父母一起来港 两家是常有狼来的市郊 80年代 刘兰雄以股市狙击手的身份崛起 成为炙手可耳的资本新贵 发达之后的刘兰雄也成了一些江湖人的目标 当时经常收到勒索钱财的恐吓信 甚至妻女回家都不敢走正门 为了寻求江湖支持 刘兰雄与Teddy哥 左智洪兄弟走近 因为共同的证券业务关系 左智洪与刘兰雄越发熟念 刘兰雄给了左智洪不少指点和帮助 办事经感 手腕灵活的左智洪 则出面为对方处理江湖纠纷 被认为是刘兰雄的禁军投马 88年 刘兰雄因地产开发与14K教父胡须勇产生矛盾 01年 罗文葬礼上与影坛老大哥 莲公乐 元老 邓光荣爆发乘突 背后都有左智洪Teddy哥调解的身影 2000年冬 刘兰雄因为爱图 地产神童罗兆辉的事情 与杨兽成撕破裂 开发部会喊话 明晚老亲伤人 两人矛盾一触即发 杨兽成投马水房乌龙王 心一安亲戚密友 蠢蠢欲动 这边 左智洪Teddy哥也是力兵木马 随时准备跟杨兽成一方正面对决 好在双方在郑玉彤介入后 杯酒敏安愁 刘兰雄也是投桃报李 不仅仅和弟弟 一起亲自为Teddy哥的348迪士高开业捧场 而且在里面开了间两万一天的长包房 对于左智洪 刘兰雄不仅将他带进自己的朋友圈 而且两人联手进行多项投资 另一年 澳门赌牌到期 左智洪 刘兰雄 还有刘的盟友 亚洲女首富小甜甜功如新 和澳门财神酒店老板肖德雄 美国大西洋博彩巨头特朗普 组成豪华战队 向赌牌发起冲击 虽然最后功亏一篑 不过刘兰雄对左智洪的信任可见一斑 左智洪办事自有其仗义一面 99年 小甜甜功如新的百议遗产争夺案 震惊港澳 据称 多个江湖势力集资数千万 怂恿公如新的老丈人跟他打官司 包括杨寿成 谢贤 水方邦等都有卷入 其中并有左智洪帮小甜甜百平江湖关系 为公如新最后获胜出力颇多 小甜甜去世后 风水师陈振聪再度争取遗产 左智洪也和刘兰雄一起出钱出力 帮公如新弟弟 公仁新打赢官司 有了人情江湖的历练 左智洪在资本市场如虎添翼 赛翁失马 言之非福 左智洪虽然没能拿下赌牌 却拿下了另外一块肥肉 京都酒店 京都酒店占地近四万平米 包括五星酒店 娱乐场 修行楼在内的 三栋大型建筑 是澳门手下最大的度假休闲娱乐场 前景相当客观 2006年 左智洪旗下的证券公司 通过收购京都酒店持有者 大中华公司股份的方式 将京都酒店收入囊中 深岸资本运作的左智洪 通过收购一半股份加银行贷款的方式 仅付出3.5亿左右 便将价值25亿的京都酒店拿下 而且还不完全是现金 通过内部资源的形式进行支付 经过翻新装修 七年后以32.5亿卖给新度王 吕智河旗下的银河娱乐 京都酒店的这笔买卖 让左智洪的证券公司 获得17.85亿的净收入 可谓赚得盆满钵满 2009年 左智洪再度出手 小超人李泽凯的上市公司 电讯银科 电讯银科是李泽凯 在资本市场的得益之作 曾创造过帮李泽凯 做上亚洲首富的股神神话 高烧过后 电讯银科股价不断下跌 随后 李泽凯提出将电讯银科私有化 消息一出 左智洪便与刘兰雄一起组团进场 买进卖出 大赚一笔 同年10月 左智洪搭档一帮港澳富豪 以21.5亿美元拿下台湾上市公司南山人寿 南山人寿是岛内创立最早的保险公司 这也是当时台湾证券史上最大一宗股权并购案 左智洪这边的伙伴除了刘兰雄之外 还有郑玉彤 李兆基 行李员几位港圈大佬 内地土豪 重庆李嘉诚 张松桥 19年 在左智洪再出动作 提出与日本伙伴在东洋领土上合开赌场 左智洪在证券行业打滚多年 战火颇风 如今旗下两家上市公司 在资本江湖捞得盆满钵满 三年前 包凶洪汉义先走一步 江湖再见 左智洪依然活跃在资本江湖 雄心已久 接下来说 澳门何安乐大佬 曾是崩牙居好友 靠赌王身价达到100亿 赖东升 绰号水防赖 他也从一个底层的马仔逐步成为了何安乐的头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 澳门赌场开始实行赌场的承包制度 面对这个能够赚取金钱的巨大利益 赖东升自然是不想放弃 而当时 崩牙居也一直想要扩大自己的势力 想要成为澳门14K的画市人 因此 两人在偶然的机会碰到之后 自然成为了好朋友 只不过 赖东升在坐上何安乐老大位置之后 还是想着不断扩大自己的澳门利益 而当时的崩牙居也成为了澳门地区14K的老大 自然对于澳门这块地方也有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 在利益面前 两人也最终成为了敌人 虽然说 在赖东升手下 何安乐发展得越来越不错 但是 面对14K这样的传统大帮 自然是处于下风的 因此 在跟崩牙居的斗争之中 赖东升逐渐落入下风 也逐渐地败下阵来 虽然说 赖东升最好跟崩牙居一拼的打算 但是 他知道14K的实力以及崩牙居的手段 因此 在即将败退的时候 他就逃到了加拿大 获得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 然而 在加拿大 赖东升还是受到了崩牙居的一些警告 然而 在加拿大的赖东升 听到崩牙居入狱的消息之后 他还是从加拿大回到了澳门 并且控制了多家赌场 赚取了差不多一百亿的资金 在澳门大赚一笔之后 赖东升最终选择回到加拿大 退出江湖 而回到加拿大之后 赖东升异常低调 只有在父亲葬礼上面落过面 想必 他也知道自己赚的是不义之财 如果太过高调 一定会惹祸上身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